这个花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铁线莲 铁线莲非常适合当这个爬藤植物 从北方一直到这个江南都很适合 那北京又是特别适合铁线莲的地方 因为北京干的 铁线莲不爱生病 但是我种了几年铁线莲都死了 后来我一分析呢 一个是我刚开始用的是这种大盆 我觉得它盆越大它长得越好 但是其实不是 要用这个小一号的这个盆 这个盆就已经足足够了 要不然它那个根呢 一直湿着就容易死 还有呢就是我在这盆底下 我以前放那个接水盆 就像这种盆 但是它的根呢很需要干 夏天盘子里一积水 太阳一照 它就死了 另外呢这个盆一开始 我放在这些地方 这都是太阳能直射到的地方 它就夏天会太热 所以你看 我现在就把它改到这个墙底下 完全晒不到 然后那个盆我也给撤了 对我还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这个表面啊 我不种护盆草 以前我在这表面 我老种一些小草 我觉得好看 其实这个对于它这个通风不好 容易护着它那根 其实有这个墙挡着就足够了 这个品种我也选择了一下 这个品种叫 Venosa violacea 这个品种是易系铁线莲 可能还有一些佛罗里达系的血统 那易系铁的特点就是花特别多 又耐热 然后也比较耐寒 所以它就是花多 但是呢它不好看 它花跟抹布似的 这种呢 我看那个宣传图啊 它是还算是周整 在易系的这里边还算周整的 而且还有这个放射纹 比较像千牛花的感觉 所以我就买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那个冬天的时候 直接这咔嚓一下 全剪掉 就剩这么高 全剪掉 上面都不要 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 它枝条过不了冬的问题 反正你都不要了 有的天眼帘就是还需要枝条的 所以你枝条有的还要保护一下 而且它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耐晒 我这夏天的阳台特别特别晒 好多块都晒死了 但是它耐晒 我选了这个品种之后呢 果然长得特别好 每年从这底下 我不都剪断了吗 然后呼一下 这是今年就这个 从二月到五月长得这么高 所以它这个非常强健 花也特别多 一年比一年多 但是呢 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花太难看了 这什么玩意儿 这花 你瞧瞧 中间几根大鼻毛 然后这个外边这花干不磁力的 它其实不干 但是它给你的感觉特别干 反正而且这花吧 它不整齐 处哪开的都有 尤其这一朵 我看上就来气 你这给谁看呢 你瞧瞧 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花苞半垂着 然后呢 这花有的开这 有的开那 又会这叫一个乱闹 我就喜欢铁莲的那种 花开侧整齐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就 什么玩意儿 所以啊 这个品种 不推荐 是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玩意儿